最新消息带你来看到 昨天晚间十点的一场暴雨 伴随着打雷闪电 新北市的卢州三重积水严重 卢州地区多户的民宅遭殃 雨水来得实在太快了 居民紧急架起了挡水隔板 还是来不及 水已经淹进家里 而居民半夜忙着清理家园 太严重了 都已经架起防水隔板 雨水还是淹到家里头 卢州区永安北路上的住户 用本机挡水瓢 忙着把水往外倒 心中满是怨气 所有工具全拍上用场 明明就在家门口还得穿雨鞋 走在大街上穿雨衣也没有用 依旧全身湿 而汽车只敢慢慢开 机车只能慢慢牵 因为就怕像行装区 这个驾驶引擎遭殃 抛锚后只好定在路边 民众慌张涉水走 消防人员夜市疲于奔命 开着车来回巡逻 拿着长棍通水沟 大雨来得又快又急 暴雨伴随雷电 黑夜瞬间闪成白昼 台北市也同样暴雨沉灾 车辆呼啸而过水花飞溅 而青岛东路还有陆树倒塌 四线道只剩下单向能行 豪雨沉灾索性误人伤亡